问题都不出在高雄 但是问题就是执政的 执政的市府 有没有看到问题点 看到了有没有真的去做 今天我再问一个比较生活题的 有关住景器的题 其实很多人都会 很多人都会怕 我们的社会组的记者有说 他说其实有时候消防 他们要去推这个住景器 很多民众很怕说 你是不是来诈骗 你要在我家装什么东西 为什么我要装这个东西 很多人其实是会担心的 还有包括如果一般民众 会不会有选民 可能会问你们 就是有关于住景器 我该怎么选择类似的问题 刚才那个指责他有这个表格 台北市装的比率有多高 我可以告诉大家 台北市 独居长者99.57% 然后低收入户91.23% 身心障碍者84.69% 事实上就是没有低收 或是特别身份的普通的百姓朋友 在台北市每一区 至少七成以上 这是很正常的情况 我说一般户 那我们台北市是怎么做的呢 是包括里长造册 然后一家一家敲门 请他们装 你不会装的 消防员还有人到你家帮你装 每一个月 每一个会期 大家是去追踪 这个每一个区里面的 住景率的安装率 他们我们现在还追到什么程度 怕你带回家没装上去 你知道吗 通过没电 电源没打开 对 你领了之后如果 我们想想 你带回去根本没装 那就没用了嘛 追到这个地步 你就知道说 其实很多的县市 对于住景器的安装 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这当然也成为了 就是说在都市上面 消防安全的一个评比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 陈其迈他等到现在 才想到说 这个我的消防预算什么的 我觉得他最应该 要站出来批评的人 是陈菊 是陈菊 因为陈菊是做 最久高雄市长的人 我觉得刘世芳他出来讲说 韩文市长也做了两年 其实没有到两年 一年多而已 那实际上这个东西 已经变成网路上的梗图了 为什么 大家在骂刘世芳嘛 就是说陈谈国瑜市长 他中间做了这么短的期间 他还去募款什么的 然后去弄了一大堆的住景器 那你陈菊在高雄做了这么久 然后接棒了陈其迈 你们到底为高雄的消防安全 做了什么呢 所以这个东西 已经变成网路上面的梗图了 大家都觉得 怎么会这样做 再来我要讲 有很多法律上面的问题 徐国勇不要把问题 推给管委会 这个真的是骗大家不懂 他们很喜欢这样 就说我们要改革 然后讲了一个 其实根本就不可行的方案 然后等事情过去之后 风头过了之后就没有了 这个不是说 你有没有管委会的问题 我要告诉大家 在台北市 我们很多的老公寓 我们也没有管委会 可是我们透过 自治条例的修改 现在在台北市 没有管委会 你也要把消防设备做好 因为是为了你们大家的安全 为了我们城市的安全 所以你像是现在 你看徐国勇可以给管 所以说法规是可以改的 当然 不是不能改的 不只是中央法规 地方自治条例就可以改 成期卖就可以改 所以你上任以来 你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件事 再来我还要讲一个 住在这个地方的人 他们刚刚美亚一鸣有讲到 他们可能是长辈 他可能是低收入户 这时候我们就要问了 高雄的公共住宅 做得怎么样 公宅做得如何呢 陈其迈的公宅做得如何呢 这个陈菊 做了这么久的市长 公宅做得如何呢 我们可以看到 台北市的社会住宅的数量 2万2千多户 新北市1万户 桃园4千8 台中6千6 台南680 高雄是多少 596 没有破千 596 六都里面垫底的 所以这个跟民众也完全没关系 因为我们就是看你这个市府 看你这个市长拿了预算之后 你有没有积极在处理 大家要记得 蔡英文说 他的社会住宅要几户 20万户 8年20万户 结果你们的执政县市 高雄市 台南市 桃园市 做得比人家台北 新北都还要少 台中还要少 卢秀燕承诺 他当选要干多少 5千户已经达标了 可是蔡英文你在干嘛 你知道中央的土地是最多的 中央的经费是最多的 如果今天他们真的有诚意 在高雄推动社会住宅 绝对可以做 可是他们做了没有 开工了没有 完成了没有 高雄最后只有596户 所以如果今天 蔡英文没有跳票 蔡英文有做社会住宅 那里面的这些弱势的 长辈的 他是不是有一个机会 让他可以去更好的环境 可以住更好的地方 也有管委会 政府还会帮你管 那今天或许 就会少一点点人 受到这样子的待遇 碰到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方方面面 从住警器 从最基本的 就是说公共安全的维护 警察怎么都没有去帮忙处理 民众都反应了 再到很多地方上面的法规 甚至于你说社会住宅 蔡英文跳票的问题 民进党政府 不要只会放烟火 不要只会办一些什么 奥运的一些欢迎会 我们都知道人民很喜欢 在这样子的氛围里面 我也从来不反对这些活动 但是你在做这些表面功夫的时候 大家欢欣鼓舞的时候 更重要的是基础建设 更重要的是我们台湾人民的 人身安全 你要先把这个顾好 我们才有心情 才有心思 跟你一起去看烟火 你就听说骚尾 可是我们反对这些 üh估的凉特 这是 sini 那么美国 让你 人心 κ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